甜不辣黑轮天妇罗还有鱼丸都是火锅的必备食材 但是有些产品根本就不是纯正的鱼浆制成的 那么在台南有一家70年的鱼浆老店 为了让消费者吃到纯正的鱼浆产品 第二代的老板干脆开店制作出创意的黑轮 像是包着有米饭的黑轮 还有九层塔入馅的天妇罗 老板甚至还申请了专利防止仿冒 而她太太也请跑通路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鱼浆原味 三口都是鱼味 食物天然的绵密跟Q弹 新鲜鱼浆依照不同形状 力道大小 打出的产品最常吃到的就是圆圆的天妇罗 或是长长的欧蕾 70年鱼浆老店的第三代 将爸妈自制了鱼浆 做成不同脚感的产品 让顾客吃到什么叫做正港的欧蕾 东西比较真材实料 那所以说其实小朋友吃的话 我们比较觉得这样比较安心 所以很放心 其余欧蕾做成九层塔的 而且它料很实在 又很饱满 鸡鸡QQ很好吃 老店还创意推出甜不饿 蔡瑞诚说 有次客人跟他抱怨欧蕾实在吃不饱 他灵机一动才在鱼浆里加饭 做出这个三角鱼粽来 日本的工程师 然后他们跑来 好 很好吃 就在于他们一堆工程师来吃 日本的 他就吃点了 甜不饿是蔡瑞诚活化老店 推出的第三项新品 前两个起司球和球形甜不辣 一开卖就遭到大厂模仿 因此甜不饿一现身 他便聪明了 赶紧申请专利 捍卫住这个新生命 甜不饿酥酥脆脆的 而且内馅很饱满 里面就是有两个这个米 有米饭在里面 那吃起来除了一半 也会吃到很不一样的味道这样子 创意还蛮多的 蔡瑞诚是鱼浆老店第三代 阿公是挑鱼高手 爸妈就负责制作鱼浆和皮疤 这过程中要不断地加冰加水 才不会翻修 里面那一台天斗族 那个比较会保凉 跑出那个险险度 但尽尽的市场萎缩 年轻人根本不想再将鱼浆 做成产品 蔡爸也认为 就让这个产业自然消失就好 但偏偏遇上不任命的蔡瑞诚 不像阿公的江生 在他最待终结 于是十年前 他和太太辞去科技业工作 亲自开启店面 把鱼浆能变出的产品 通通做给大家看 中间会挖一个洞 旁边会比较酥脆 那吃起来口感又不一样 那个面积会 酥脆的面积会变多 当年一个硕士跑回家炸熬烂 爸妈妈没前途 邻居跟着看笑话 但他执意往前 于是把油锅当作表演舞台 做起天妇罗 就像在变魔术 自创各种手势 好像在打水瓢这样把它打出去 然后打出去那个鱼浆会 会上开 这样粘力会比较够 他吃起来就又更不一样 只有他会这样子做 我还没有学到我不会 他很支持我 全世界只有他支持我 爸妈都不支持 不行 不支持儿子开店的菜坝 到现在还是坚守岗位 坚持以生鱼片等级的鱼肉 来打鱼浆 都是黑漆 黑漆最好的 黑漆如果选好一点 可以做三千年 七星鱼肉经过初步绞碎 就要开始打成鱼 打鱼的器具更重要 它跟传承下来的青斗石 具有宝兵功能 能够维持鱼浆鲜度 这个正宴之宝 加上老腮的眼力和刺感 创造了一加一大与二的功效 鱼肉都开了 这种都有弹性 这个如果做一眼 放在地下给它丢下去 会弹起来 好像屏捧 素人的不是摻那个药 摻掉素下去 你素下去牙齿会哭哭哭 菜坝说加冰加水加强空温外 就是加入地瓜粉增加棉稠度 靠着鱼仙免去添加物 这份执着维持到现在 她说不知道已经赶走多少位 上门兜售化学原料的厂商 那那个粉砂防护剂那些东西嘛 都会来找你吗 还有那个什么特胃炎 那个腥胃糖 那个我都没有用 他们用那个 要打一张比较好打 比较快度 没有像我们打那么久 传统的扒我们摻摻 排泄不出来 小一切 吃得多就吃得了 就因为使用好的鱼 因此担价要比别人贵上许多 像是一片天妇罗 外面只要十块钱 他们就得卖到二十二块 好的产品自然吸引下游来提货 批发做得很好 全省都有 甚至到澎湖金门都有 好日子没过多久 下游业者开始偷料 挂羊头却卖狗肉 伏计两气炸了 最后将通路收回来 自己面对消费者 展开从上到下 一条融丝的经营 她说叫我要坚持不要放弃 我就说 让你当老板我来补助你 结果我以为她玩一玩 就会放弃了 没想到就让她玩起来 怎么玩起来 我很认真 很认真做起来 婉姿是帮老公圆梦的重要推手 为了打通路 害羞的她亲上购物台推销 还不厌其烦地跑百货和高层接触 顾客上门也亲自解释产品 她是第五个 第五个 前四个呢 正王 为什么正王 怎么说 碗姿终于打开产品通路 但还解不开的是 父子对这份产业的旗舰 究竟要踩刹车 还是要大胆加油往前跑 踩些那些内行的 内行的消费者 可以吃出鱼口味的 吃出鱼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